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风尘秀吉,我是Yoshi,今天是1月20号2021 今天呢,Bitcoin价钱跟Etheron价钱并没有太大的震荡 就是还是在3万,Bitcoin在3万5,然后Etheron在1300左右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今天的几个重要的新闻吧 第一个新闻是BlackRock,这是一间在美国的Private Equity Fund公司 公司的总资产呢,大约是在22 billion 他们已经注册说他们会有两间公司来 他们下面的两间公司来投资Bitcoin的Future 那我们如果说以他们总资产的5-10%好了 那大概他们投资的金额大概就是1-2 billion 这也是代表说很多公司呢,对Digital currency越来越有兴趣 那他们也会不想要miss掉这个投资的机会 所以呢,这也是对Bitcoin价钱来讲会有持续持稳的作用 再来呢,第二个新闻就是B&W4 他们呢,开始要build out一个standard 是透过区块链呢,然后来去建立一个车子的identity 这样子呢,就会防止之后,比如说你二手车啦 在市场上流动的话,然后防止有人伪造它上面的资料 像是有很多人卖车的时候呢,他们会故意把mileage啊 或是把公里数啊调低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为了卖的好价钱 可是呢,他们如果设定好了这个东西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用blockchain来去把encrypt的话呢 就可以减少这种所谓的炸气的行为出现 他们是创立了一个MOBI的working group 里面呢,有哪些公司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 MOBI这边,哦,Amazon也有在里面 然后这个Bilab,Bilab是台湾的一间startup公司 然后B&W,然后这边呢,Consensus 然后还有,这边有,哦,DLT Labs 还有Ethereum Alliance,然后里面还有最重要的是 里面最重要的是,他们有Ocean Protocol 再是他们的Ecosystem Share Data 那Ocean Protocol的话呢,我们一讲到Ocean Protocol 我们就一定要谈到Chainlink 大家是在之前的video知道说 我对Chainlink一直是很看好这个project 因为呢,不管你基本上你接触到很多的 很多的project的话,Chainlink都是必须的 因为Chainlink它主要是connect你的offline的一些data 把跟online的data把它连接起来 那基本上它是可以用在各个不同种的industry 或是不同的sectors 它都可以integrate到需要的project里面去 那涨到Chainlink,我们可以再看之前 他们其他的一些partnership,像这边呢 MyBM,IMG,Microsoft,Nasdaq呢 他们之前也launch了一个Interwork Alliance 那这个Interwork Alliance呢 它是由很多不同的大公司所组成的 那他们中间呢,也运用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他们也运用到了Chainlink 来去connect他们online offline的data 然后去做一个对各个不同的project来做integration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就像这边Chainlink最近呢 他们有多公司一起联合 像这间fromland protocol 他们是跟defi有关的 他们做的是crosschain yield 然后呢,再来这个是做lending的公司的 他们叫etherlands 然后这间是做layer2的公司 然后再来这个是profit finance 他们也是做一些decentralized finance的公司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Chainlink的twitter上面看 所以可以发现说Chainlink基本上 它跟各个不同的sector 不管是defi,这边又是一个defi project 或是一些,你看这个是auction protocol 这是另外一个different sector 那就是它不管跟任何的像这个是pexel pexel是stablecoin的 那它不管跟任何样不同industry 不同的sector background的project 它其实都可以integrate在一起 那像这个是neutrino的话 他们是做proof of reserve 所以变成就是说 它在任何的project 它都会有可以有它的存在性 因为它比较像是一个facility的一个token 它其实不能算defi token 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它错误的categorized到变成defi token 其实它不是,它比较像是一个utility token 大部分的project的话 他们都是所谓的offline 那他们需要去跟online的一些 就是真实世界一些data做连结的话 就需要Chainlink来做这个integration Chainlink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以长期 我之前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它还是大概在十几名的左右 那现在它已经冲进top10 我觉得它应该是会是将来top5的coin 觉得基本上是我觉得是跑不掉 因为它的运用性实在是太广泛了 那我们刚刚讲到defi的话呢 就会讲到今天这个新闻 有很多defi的project呢 他们又要开始迈向新的一个业章 大家都知道2020年是defi的一年 defi的所有的有关defi的project呢 在去年都是大放异彩 新的一年2021年呢 defi的project他们又开始推出新的roadmap 然后希望他们2121年有些创新 那像昨天的video里面也有讲到synthetic呢 他们已经implement他们所谓的layer2的launch on the mainnet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去看 那个yearnfinance呢 他们也推出了一个promotion的video 告诉大家说他们的v2vault也是要准备开始了 那我们讲到yearnfinance呢今天就有这个新闻 他们讲到说yearnfinance team propose 225 million yearnfinance token to meet 那基本上呢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新闻呢 主要是因为yearnfinance呢他们在当初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设定了一定的一些token 像其他的主要的一些defi的platform呢 像是synthetic 1inch这些啦 他们呢都会reserve大概四分之一的 他们的token supply给他们自己的team member或contributor 主要是预留一些资金来做以后的运用 但是呢相对于yearnfinance 他们当初呢只有大概500,000的treasuries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预留任何的yearnfinance的token呢 给他们自己 那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他们主要就是想要达到一个 他们所谓的fair launch的一个想法 我当然了解他们的出发点 就是他们的这个project是fully decentralized 但是呢这个也相对于的 造成了他们自己community里面现在的一些conflict 因为呢人是很现实的 你没有一些incentive 或是没有一些钱去找一些talent的话呢 你很难把自己的business再去扩充 或者是你很难再去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 因为只要长久下去的话 很多东西都是需要靠钱 才能就是motivate一些人嘛 对所以呢他们现在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 他们就只好在funding更多的token 然后来去support他们之后的operation 那他们这次呢 后来决定了他们要多增加大概6666个token 那以今天的yearfinance的价值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225million 那他们6666个token呢 大概有4444个呢 今天的价值大概是150个million呢 会用在他们的treasury 然后主要是他们的operation fund 就是他们以后有什么公司上面营运需要的一些 钱呢 就可以从这边来运用 那剩下的2222个token呢 他们会就会去发放给现在的一些员工啦 或是一些早期的一些 就是有提供他们这些project帮助的一些人 那主要就是为了 这个部分主要就是为了去 我们说的incentivize那些contributor 后来就是经过很激烈的讨论 才有出来这样的结论 那这边他们自己有讲到说 there's always a lot of noise and conflict in this moment but I'm far more motive by the positive creative energy exploding in our network 所以呢 他听得出来他是有点灌弹啦 但是呢 事情已经发生了 所以他们只好找出这个暂时的solution 看能不能解决之后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这也是从这边看出 DeFi呢 他自己里面呢 也是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他们又想要达到 fully decentralized 但是呢 又想要reserve一些funding 让他们之后能去操作 所以在任何project要实行之前呢 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密切的来讨论的 当然啦 这个我估计这也是为了让他们的V2Vault实行的 应该更加顺利 所以才会做今天的发放 那也希望yearfinance的新的这个V2Vault的project能赶快release 那估计应该就是这一两个月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了 那投资DeFi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注意到DeFi还是有一定他的risk 像去年的时候呢 其中一个很大的DeFi 大家应该是还记得的话 就是那个compound 他们在有一次的hack里面呢 他们损失了大概100 million 现在DeFi最让人诟病的是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的都是从single source 像去年的compound 他们就是从coinbase Pro那边直接破那些data 那也就是这样的 然后就造成了那个hack 比较容易去attack 去年的attack 基本上就是透过那个die die就是一个stablecoin 就是作为他们的抵押匹 被attack以后呢 stablecoin突然涨到了1块3 就变成说说你的correctoral也涨了 原本照理讲你的correctoral是1块钱 可是呢你涨到1块3以后 就变成说你的correctoral也要涨30% 就变1块3 就很像中资的概念一样 如果你的价钱被拉高的话 那你的你需要的那个抵押品就也要更多 那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 因为他的账户里面没有足够的抵押品 或是我们说抵押金 你市场上他就把你liquidate掉 所以liquidate就是他就会把你洗掉 就像我们的总资里面的钱不够的时候呢 那你要补钱嘛 可是你来不及补的话 他之后就把你洗掉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DeFi 目前的话还是有点脆弱 所以大家在投资DeFi的时候 还是要特别小心 那会想要听到更多更新的tontent呢 请follow我 然后subscribe 然后按赞 然后帮我开启小铃铛 然后我有新的tontent的话 我会随时po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谢谢你来到这啰 拜拜